这里有一千多年的建都市 与南京同城而至打千余年 寻宝走进南京江陵 战国时期有没有用玉制成的镜子 藏友真的从欧洲逃回了国宝 一位90后自称拿来的是 价值超百万元的名家剧作 引来众多猜测 那我敢肯定这幅画是假的 用棋牌时的画换来的这个普通大碗 真是乾隆关窑瓷器吗 请收看寻宝走进南京江陵 江陵大名鼎鼎 被誉为是六朝繁华之地 十朝荆棘要地 这个地方很牛 这里的藏友牛不牛 欢迎大家收看寻宝 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书画鉴定专家 善国强老师 欢迎铜器佛像鉴定专家 窦一鸣老师 欢迎玉器杂像鉴定专家 蔡国生老师 欢迎瓷器鉴定专家 邹小军老师 寻天下宝评五粮春 寻宝是由五粮春独家特约播映的 那么我们现在鉴定厅的鉴定马上开始 来看第一位出场的藏品是哪一件 好 一件书画作品 陈卓今年十八岁 带来的藏品价值三十万 我这个图是金灵四大家之一 就是叫钱松岩的一个作品 钱松岩的 然后这个图是两三年前吧 我父亲在一个收藏家那买来的 当时他花的是三十万买来的这个 但是前几天我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 然后看着了我这个画 他跟我说如果这个画是真的的话 现在的价钱应该是翻了大约有最少是四五倍的价钱 它现在应该是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那你觉得呢 我个人特喜欢因为是那个仓松图 从里到外都透出一种就是那种仓劲的气魄 不过你在看这幅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持续率 江宇百分之六十五是不看好 我觉得太伤心了 老实话 我觉得这幅画是假的 因为这位选手他的底气很不足 我觉得这是假的 你为什么觉得他底气不足 因为刚才江宇老师跟他说这幅画三十万买来的 他小动作训练讨论 我觉得是假的 说三十万的时候他有一个小动作 对对对 我觉得他不是真实的 确实是三十万买的 我觉得那个刚刚这位姐姐对我们可能有些误会 虽然我们九年后那个对这些不是太了解 但我真的觉得这幅画是真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要小看我们九零后 对对吧 我想问一下这位美女 你的爸爸家人来了没有 没有没有 那我敢肯定这幅画是假的 没有 这么大的代价三十万买来 如果说翻五倍的话 那就是一百五十万 你的家人放心当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过来吗 对 我们这究竟是寻宝节目还是侦探节目 还可以这样来分析 我们家从来都放心我管钱 别说是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一百万一千万 我妈也敢让我拿出来 一说到钱陈卓就有底气了 对有 我就是特别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爸曾经有意图想把这个画送给我 所以我太希望他是真的了 所以如果是真的话 基本上回去就成交了 对 差不多吧 你替他来就这目的 对对对 主要就是人目的 钱松颜 他应该是当代的精灵私家之一 而且是精灵私家之首 他跟雅明 跟这个松文治 还有跟这个魏智希 并称为私家 他受到了傅宝石的影响 特别重视私发自然 他的这些村法呢 是非常有个性的 就是他那个横加树的点的这种村法 很好地表现了那种 层层叠叠叠的三十的结构 跟他的那种这个复杂的那种纹理 非常有气势 这张画上 有些这个是用的是 珠沙画的一种红颜色 这个用线来勾 主要是通过这个红跟末的对比啊 这样的显得这个山的 好像是在遭阳的照耀下的那种光彩 因为他画的这件东西是泰山的 泰山的松是非常有名的 这件东西呢 应该是写实的 应该是他晚年的一件真情 而且呢 是他比较这个好的一件 那个写生之作 他自己写是八十五岁 旁边那个提拔的人 钱欣梅你知道吧 是他女儿 钱欣妍的女儿提了拔 我想更增加了这件东西的真实性 跟它的价值 那么你现在说这件东西是三十万买的 对 我想扩大五六倍甚至十倍都没有问题 好 谢谢问题 太激动了 谢谢 我现在内心有一种还没爆发出来的感觉 我晚上必须得跟我朋友什么呢 出去喝一顿酒 爸 谢谢你了 我们继续认识下一位常友 我这个是前两年在上海南京路上面 一个玩四场摆的 花到多少钱呢 花了多少钱 我有发票 我也要考考你蔡老师 那么底下有款 康熙年 李善 成献之献 那么你认为是真还是假 然后这个价格就要有了 这个款就不是康熙本朝的 我认为最起码也是民国房 李善是雍正乾隆年间的 杨树八卦十一万 好几年间它还没生呢 吃它怎么能给它做糊呢 这个款子的内容就不对 所以这件东西啊 造型是不错的 这个提粮 但是呢 这个沙 实地不够 这个沙比例很少 大部分是泥 然后呢 你看这个苗精啊 一看就是化学精 所以您说 是民国的 也是民国后期的 大致就这几次年里面的东西 简化 然后只能自己拥有 玩玩摆设摆设 所以不能画大家去 花几百块钱够了 几百块钱不可能 再多你就花不来了 两万八嘛 我有发票 那这就显得贵了 那贵了 这个意思 我认为东西还是 开开不错 您做参照 您喜欢就行 好 没关系 来 我们继续认识 我们下一位藏友 孙登陆先生 你好 孙先生 你好 你好 孙先生收藏有一句名言 不是精品不动心 不过为了这支碗 您不仅是动心 而且动静很大 10年我去我一位藏友家看东西 拔下了这支碗 我这个朋友说这是从海外回流回来的 海外回流 这里有火器 从英国 从英国 对 因为我的手藏品没有这个品种 就做梦也是这支碗 最后我把七百十的一幅画 外脚把腕 我们脚化成 我的一些藏友说是民国访的 真正的刮腰我又没嫁过 所以说心里没提 我认为是假的 因为外国人的眼睛和中国不同 在他们眼里看都是真的 我家就住在那个二小区门口 经常有地台上有这个东西卖 他的气形跟那个话意 我认为是光续的 我认为这东西还是比较靠谱 应该是民国晚清 那个反清冷的东西 因为那个老房老应该也算真的东西 不过孙先生最怕的就是老房老 他拿七百十加八万 那就是照着乾隆的官邀去换的 现在也很难证实 他那个七百十说的话就是真的 说的也是假的话 那个老房老的东西 孙先生我们先聊聊 你七百十那幅画 您觉得那画是 我不知真假 你也不知道真假 那我们心理压力就小多了 但是那八万肯定是真的 八万是人民币 人民币 不是欧远 孙先生现在是何心情 这样吧 家民兄弟 就转家给你家定吧 对他实在不愿意站在这了 家民就这样吧 让我先过去 祝您心想事成好吧 这个大碗呢 看着是非常新的 我们发现上面 几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右面几乎见不到划伤痕 材也保存得很好 这是非常罕见的 有可能是假的吧 东西是一种特殊保存的真东西 而且是乾隆官窑的精品 这种东西呢 可能是从特殊保存的一些库房或什么地方出来的 没有叫它受到伤害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俗称叫库出 就跟新的一样 极其罕见 这是26公分的一个大的撇口碗 这个气型呢 是非常非常的规整 从做工各方面都符合乾隆时期的时代特征 我们看这个彩 画的是乐器花卉 大小不一 错落有致 款式呢 是标准的乾隆的六字传书青花款 非常好 这多少钱 价值嘛 要在国外拍卖 要值五万美金以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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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掉七百十 忘掉 来 最后的掌声送给孙先生 谢谢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宝贝是什么呀 这个前两年在欧洲旅游时候带回来的 我看是有一点年份吧 它有底款 乾隆款 对 花多少钱买的 两千欧差不多 这个呢就是景泰兰 龙文平 是吧 但是它这个底款跟它这个上次的东西 年代不相比 我觉得它年代的应该就是一百年 这个造型来讲 要是乾隆的时期 它很秀美的 对 这个比例不够 这个龙文的化工呢 它不够凶猛 真正乾隆的龙很凶猛 还有底款 太规矩了 乾隆的底款来讲 应该写的就是很有力度 早期的东西 胎体要薄一些 这个厚重一些 价位也就是三千四千块钱吧 这里是寻宝走进江宁 我们继续认识下一位藏友 何彦成先生 对 何先生这个可是拿欧元买回来的 我是来自西班牙马德里 然后我是一直在那边 这个东西是几年前 我在老外朋友家里面看到的 因为他说他的祖辈什么的 都喜欢住游列国 到各个国家去旅游 考察什么的 然后到他家看的 就是房间里面都是各个国家 稀稀古怪的东西 然后我一看 这东西 我以前看过有铜镜 是这种寿面的这样的 对 然后我一看这不是铜的 然后我喊了一朋友去 那朋友他稍微懂一点 他说这是玉的 我说啊 玉的 我觉得挺稀小的 感觉像是湛汉 然后我就跟他套近乎 拉交情 然后最后他说你就拉去吧 当时是一千欧吧 因为有朋友说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最起码得大几十万吧 这期节目别让那个西班牙人看 应该看不到 另外还有一事 因为我来马德里 我们那儿足球队 教练 慕里尼奥 所以我特喜欢蔡老 为啥呢 发型都是白发 不过你的发型也很有特点 谢谢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 它本身预置很值钱 再让它实际看起来也很长 我感觉肯定是假的 如果是中国的国宝 这个外国人不会 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 肯定会把它炒得很高很高 就像元明的什么铜手啊 那个东西 都炒得很高很高 你这个 这一箱我肯定太便宜了 我感觉肯定是假的 这边玉镜好大 将近要28公分左右了 我估计 那么玉能不能做镜 镜是干嘛用的 是建人的 造人的 这个玉呢 是造不出人的 所以从功能上来做 没有用玉来做镜子 第二呢 刚才您说 这个是蘸汉的 那么我们所有去看 蘸过到秦汉的铜镜资料 有没有这个款式 没有这个款式 这个牛有这么大的 没有这么大的牛 而且呢 旁边的文顺呢 第三呢 这个玉的质地 这是什么玉呢 蛇文玉 我们就叫秀玉 这个玉 要么洪山文化的时期 常用 要么呢 就是清晚期 民国来自现在 用这个玉 所以从这几条来分析呢 尽管这个大 就是大而无用 是吧 只能做一个公益 好吧 没事 没事 现在不流行回流吗 我抱着态度 把它留一把 留回来 你别这样看着我 其实很伤心 你说把这个蔡老师 当成那个 马德里队的那个教练 蔡教练刚才这番话 你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受用 受用 再接再厉 老东西 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咱七零后 八零后 九零后 也得继续啊 一开始叫点学费 不算啥 好 谢谢小河 欢迎屏上的李白形象 是古人所汇 还是现代创作 造型奇特的挫金银香炉 真是古代的宫廷用品吧 一幅大清玉的绅士画 是不是张大千临摹堆房壁画后创作的真迹 接下来金牌继续 年代应该是乾隆的吧 乾隆的 很久以前在我们这边市场上买的 它是假的 所以金牌绅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叫这个清花 人墨撇口尊 画满了 山水人墨 当然这个清花非常深沉 特别是人墨故事啊 这是在明末时候 清初时候最流行的 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乾隆的 应该是明代崇祯时期的 那么当时呢 崇祯的社会状况呢 比较战乱 所以这个青花的绘画里面 大量的表现一些人物故事 像些战斗场面 那么我们看底足处理 平切 宽厚底足 柚子底下也是肥润 很生动的 不像青带比较平板 从参柚上看 都符合明代崇祯时期的时代特征 确实是个好东西 你看他的图案来讲 有一定的崇祯感 这个可以跟明代后期的板画来比 板画是中国是最高峰 就是明代后期 它是明摇 现在价值是大概市场 这个在国内的市场 小拍上经常看到 也得十万以上 对对十万以上 好的 谢谢 我们继续认识下一位藏友 来 我们掌声 有请这位藏友 带上这件神秘的藏友 陈先生你好 这是一件 这是一件清早期的 铜的抽筋银的香薰 这个是我08年的时候 在我们江陵的乡下 一户农家发现的 当时他讨价要五万 后来黄黄家 三万块钱买下来 今天来的就是请专家看一看 单看这样一个纹饰 我觉得它确实 很有我们的民族特色 就从艺术价值来讲 这绝对是一个精品 它那个纹饰比较稳乱 造型比较怪异 如果是香薰 它的盖子一定是镂坤的 没有这样的香薰 因为它这盖子是一个 湿的盖子没有镂坤 它烟怎么出得来 所以这是一个假的 今天有一个雅 来看好了 如果是一个香薰 它仅仅这个小款 还小了一点 我看到 它两面应该是葵纹的 然后它有一定的包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 是清代的 您这些东西 应该还是香炉 因为要香薰 它应该上的是镂坤的 从这个年代上看 跟您有一定的出入 它这个年代 应该是民国时期 这种棱形的东西 在清代早期也很少出现 而且在清代早期 挫金银这个纹饰很细腻 你看它这个挫金银的纹饰很粗 而且早期的寿面来讲 五官都是很紧凑 你看它这个开放都不紧凑 就是分的 看起来好像像寿面 又不像寿面 还有一个这个耳型 清代早期的耳朵 一般是粒耳 民国时期撇了 还有一个铜质 清代一般是进口的 含金就是闪光 民国时候这个铜质 里头含铅量大 所以说它这个颜色就发暗了 您说三万块钱买它 价位稍微高了点 民国的东西就不值什么钱 如果是清早期的 不讲八万吗 五万块钱可能值得 现在年份低了 卖不到什么价钱 那么我回去以后呢 把它收藏起来 谁会成为下一位幸运者 这个石头芝是我叔叔 他生意厂商那个朋友 送他的 送他的 哇 厉害 我也感觉厉害了 这一块呢是田柏 就是和田黄是一个品种 它比田黄呢更加稀罕 它是出在福建寿山农田里边的 是单克裂的 我们叫无根而破 无脉可行的石头 它温润如玉 所以这一路石头 乾隆皇帝 风塌为硬帝 知血田黄 舍重之黄 所以你这块东西随便一送 百八万了 所以它上面雕的三岁人物呢 是一博弈 薄露残叶 雕的很薄很薄 但是呢 有树卷气 当然了 甜白比甜黄少 但是一般来说呢 人们呢 都认甜黄 甜白呢 这个价格比这甜黄呢 稍稍要差一点 所以这样看来 这块东西将近一百万 还有六块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要登场的藏品 好 很漂亮的一件词剑 善鲁瓶 您好 善鲁瓶是一位浪漫型的藏友啊 最崇拜的就是李白 对 师仙 你这下面画的就是李白 对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这个是前年在南京的一次 古玩艺术品交易会上 跟我家人一起买到的 清代的粉彩人物观音瓶 得人堂志 当时他要三万元 然后是两万元买下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假的 因为那上面那个李白 跟我们课本上的李白画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清代的 哈哈哈哈 它肯定是真的 因为在清代的话 粉丝已经发展一个比较鼎盛的时期了 它的图案非常美观 虽然这位藏友呢 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我觉得这个瓶子啊 有点对不起您的长相 我觉得它绝对是近代的一个防瓶 我现在笑起来已经有点不自然了 那个 有点 是这样的 来我们节目 除了这个自己的收藏的眼力要好 心理素质也要好 没事 我扛得住 但是走过这个通道 跟我们专家交流 也许就是惊喜 好 祝你好运 刚才藏友给你泼了几盆冷水啊 但是呢 你还是有这个欣赏眼光的 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清代的 那个款呢 也不是德仁堂 这是淮仁堂啊 是中南海的一个殿堂 类似的 这种唐明款 在民国时期非常兴盛 它是一个观音瓶 造型啊 秀美 而且呢 胎和幼 和现在的不一样 特别是怀仁堂 在唐明款的 特别的烧造的精细 这个词材呢 是一种专门人供给的 这个绘画 把李白的神态 全部表现出来了 还有这个苗金的 这个酒壶啊 对影成三人 你知道三个人是谁呢 是指李白自己 对 还有月亮 还有他在月亮下的影子 对对对 这个绘画非常的精致 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画的 只有当时的珠珊八友 才有这样的水平 出自明家之首 这是民国时期 粉彩时期一个精品 非常好 你这个三万多买的 最少翻了三倍 谢谢 我觉得我回去 可以跟我家人一个交代了 再背一首李白的诗 李白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低头思故乡 啊 怎么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你的这两句是已经完全表达了你此刻的心情 我错了 是不是张大千 张大千摩洞黄的彩 他自己做的彩画的画 张大千 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 他是到登方区学了那个金塘 送的那个壁画以后呢 比较擅长用这个大清大略画的风景了 那么这张画呢 从风格来看呢 是符合他43年到这个1748这段时间的那个画风的 但现在问题就是这三水的 他的那个勾的线条比较平都是一样的 是没有变化 说明啊 这个人的技巧不是很全面 那么色彩也不够亮 那么张大千的仲裁的那个色彩是非常鲜艳的 但这张画中有点污 也没有这种色彩 所以这件东西呢 应该是黄粉吧 好 对啊 继续推荐下一件藏品 变多军先生 你好 江先生 你好 变先生 欢迎参加新宝 我这件笔筒呢 是我四年前 就是我公司的一个员工 说我家有个东西 你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就一道去了 去了以后 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 我说你这个能不能让给我们和人卖 他就说这个不行 这是家里面的东西 老东西 然后就是四年前 他结婚去老婆 现在你知道买房子 价格很高 折腾完了以后 没钱了 老婆说最后我还要车 他没办法了 然后跑回公司 说那个笔筒 给我帮忙 给我处理了 能弄一台车 我说那行 我给你一台车吧 然后我正好手里有一台 刚买一年多的一个本田 然后就这么成交 哪个年代的呢 是乾农年制 新疆碧玉吧 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是真的 它真在哪里 告诉大家 因为它跟那个上面的一模一样 我说我身上带的这块是真正的和田碧玉 这个笔筒呢 不像这个和田碧玉的东西 它倒是像我们荷兰独山玉 也不可能是乾隆时期的作品 您的意思 真正的和田碧玉在我腰上 我认为这个东西啊 是真的 和田碧玉啊 它胜率 而且呢 搬头 另外呢 温润感很强 更主要的那样的雕工也很好 作为是一个企业的老总 我希望他呢 以后多关心之够 这件东西呢 首先呢 讲它的玉的质地 这件呢 不是独山玉 是新疆碧玉 好 这一点有肯定 绿颜色里边带黑点 这个尺寸的鼻筒 我们称之为叫鼻海 大 这件东西是香底 也就是说 它的耗料的程度有限 也就是中间掏空的东西 还可以做东西了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要讲它的年份 这件东西呢 按照它的造型和图案 做工来说呢 应该说是北京工 但是这件东西呢 应该说是清末民国出的 一件防宫廷做工的预标 因为它的这个做工啊 和造办处的做工有点差 也就是说呢 环境造办处呢 难以为继 所以这般工人 就是从工里走到工外 自己开做法来做 这个东西 从价值上来说 比是工厅造办处的工呢 要差得多 所以这个东西 从现在的价值来说呢 欢迎辆车也不亏的 借大欢喜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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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发18元 买来的鼻烟壶 会是和田玉制成的吗 藏有从台湾带回的夜行碗 是前楼关摇器 还是现代工艺品 精彩 即将呈现 这是我父亲那件东西 他是三年前 在安徽秀陵的 一个古玩市场上 发现了它 当时呢 他认为这是 元明时期的水仙花盆 就以八万元的价格 收藏了它 看来你父亲 还是有眼光的 东西不错 确实是元代的 隐清的一个六角花盆 做水仙盆的 上面一刻的六个鹿 这个柚子呢 很生动 有的地方 非常为厚 极有点像这个玻璃 是一样的 而且呢 这个做工呢 很自然 在里面 显然看到了一条线 是个结痕 做的时候 用万用拇子 是一半做出来 另一半做出来 两个拼起来 另外呢 我们发现 你这里有一圈的修理痕 这个胎上 可能有摇裂 所以呢 后来人把它 有一圈呢 就做了修理 东西修理和不修理 价值都有区别 你买的这个八万块钱 也值 目前价格和它也差不多 对 秦传舟先生 你好秦先生 欢迎参加神宝 这是黄昼先生的一件作品 对 这是黄昼先生的一件草原的奔马图 三年前呢 我是在合回一家拍卖公司 拍回的 当时那个底价呢 是九万元 大概有五六个人 和我竞争 我一直坚持 觉得最后 最后是十八万 把它拍回来的 黄昼先生 画驴是最出名的 但是呢 我最喜欢的 还是黄昼先生的马 它有动感 有神 它和徐悲鸿先生的马 各有特点 那为什么拍来的东西 好像是自己心里面还是 对 拍回来之后呢 当时也有好多朋友到家了去看 有的说 有的说假 但是我心里也拿不定主意了 我说喜欢就好吧 我们来看现场的支持率 将近有百分之六十的藏友啊 认为这是黄昼先生的真迹 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 因为它拍卖的一般 是成功率都比较高 这幅画百分之百的是一幅烟品 这个草和这个画 画得太业余了 再加上这个马和人物 跟黄昼的艺术风格 有很大差距 万马奔坛 这个马很有神的一个 还有你说那个草不好 我觉得这草画得真的很好 亲切透明 我认为是真的 黄昼先生 是当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 画绿画得非常有名 他在那个新疆待了很多时间 怎么来看这张画呢 首先就是这个形象上呢 有点不太准 特别是个马 这个尾巴太粗 中毛啊太多了 而下面的腿呢 又太简略 就是没有把这个马蹄啊 给画出来 虽然是好像草叭它咽住了 你再咽住了 它总得有几个马蹄是露出来的 从龙形象来看 就像新疆姑娘啊 但是从线条上来看 这个线条呢 都太粗了 不像是书写的线条 也不是很准确的表现 这个形体 那么至于草呢 太单调 都是一个方向的 一种比道的 缺乏变化 这不像黄昼 有很深的那种比目的功力 但是如果真的话呢 你真是见了漏 真的准备的百分之以上 那好 谢谢了 您自己通过这节课 您的收获是什么 以后要买一件东西 我感觉还是要找专业老师来拔拔眼 希望你从头再来 谢谢张明 尽管这学费有点贵 谢谢 接下来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宝贝 是什么样 这个东西呢 是我80年代初呢 买菜回家 这路上碰见一个卖玉的 一个老先生 推着一个小车 我当时一看 眼前一亮 我当时就问他多少钱呢 他说你18块钱 我二话没说 我就把这个东西就买下了 你认为它是什么年份 是什么东西 我认为它呢 就是一个鼻炎糊 是清代 你眼光好 真的 这件东西啊 是清代中晚期的 一个鼻炎瓶 这个孔很小 口面呢 看起来像瓶的 实际上有点凹的 这是年份的表现 所以你这件东西呢 是和田白玉子料 温润 细腻 这白 这个白 我不敢说就是阳制白 至少是一节版 然后呢 上面这个盖 尽管是厚配的 但是也是个老的 这个是红珊瑚 红韵当头啊 是吧 谢谢 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 旁边是一个银的 那么像这样的东西 现在市场 哪怕就是一块白玉不做的话 也在20万 20万以上 所以这件东西价格是很可换的 这个东西是主上传的 鲁韩香大概有个五六十年七八十年 这个年代呢 接近百年 近代吧 红珊来讲 应该是国产的 含铅比较多 所以说 这个绣制呢 发黑灰色 另外这个做工 衣纹呢 虽然是也有细部的刻画 但是比早期要粗糙一些 这形象呢 刻的比较简单 这件东西市场价来讲 应该在一两万块钱 继续选择 看即将登场的是一件 怎样的藏品 鱼来宝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 名字起得好就是好 鱼先生 鱼来宝 就带来一对宝贝 这对宝贝 远在台湾 你都把它给找来了 它是我大伯的嘛 你大伯的 大伯在台湾 它是黄埔的 它原来是黄埔军校的 对对对 87年可以探亲嘛 才开始嘛 然后它就回来了嘛 92年去世了 然后咱们就去 过去奔仓了嘛 然后大伯家就送了这一对 很多的 它家里有很多 你挑的这个 对 这是碗 它们转车是什么 金鱼缸啊 鱼缸 是哪个年代的呢 前龙的 罐药款 哇 那你怎么评价 你这些藏品 反正我就看了 是罐药款 家里还有很多 还有万历年间的 有些大的罐药款 我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这一件藏品 应该是真的 因为它这个人物啊 很生动 颜色我非常喜欢 我认为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它刚才讲 它家里还有很多 如果它主上是烧油的 那家里很多 那就正常了 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我觉得是正的 因为它的颜色色彩 还有那个白纸图的 那个图案 特别像正的 首先要纠正一下 这个不是鱼缸 叫叶行碗 像书叶一样的 下面有转书的 前龙款 这东西究竟 是不是前龙呢 首先我们看这个绿柚 这个绿柚 过去我们前龙 是经常叫松石绿柚 那个颜色呢 比这要稍微深沉一些 你这个颜色 过分的浅淡 艳丽 同时口颜边的 这些白约啊 都没有掩盖 应该是全部覆盖 另外画的这个英系图呢 也不是前龙时期的风格 东西不是前龙的 但是我还没说 它是假的 它是什么年代呢 是民国的 这民国时期啊 这类东西制作比较多 经常有写前龙款的 有写嘉庆款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民国仿前龙 但不是新的 仍然是有价值的 谢谢 挺似妄 我以为是前龙 但是专家给我 现金呢 是民国初年的 收了就收了 反正给下一代嘛 留给他卖完了嘛 朋友嘛 他看中了我们家的一个紫砂壶 然后就用这个件东西 想跟我们那个紫砂壶调换一下 所以我妈妈就同意了 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紫砂壶换的值不值 紫砂壶是哪一把 好像是江岸青的丝囚湖 我看还是滑着来的 这件东西啊 应该是清代中期的 嘉定做鸟里边的做更鸟 他有名家座 是嘉定丰邦地区的 叫史天章 这个人做做更鸟呢 很有名 这个东西就是史天章 这一派的做更鸟的东西 用用夸张的手法 把人物把它夸张掉 而把这个路呢 比例把它缩小 那么它的线条呢 犀利 简约 表达的思想感情 就是妇罗兽 兽心是个兽 一个梅花鹿就是鹿 手上的灵芝就是福嘛 这件东西 两百多年到现在 保称那么完成 包姜灿烂 这一路东西呢 这几年 贩卖市场上呢 出现的相对比较少 三五年前 有出现 都是几三万一件 小几年前 马鲁山没买的 它这个景象 一个什么年代 好像 大明宣德 大明宣德 像是笔筒啊 不是笔筒 这个叫竹节形花叉 割笔的 这里头割水 沾墨用的 从它这个年代看来讲 这是属于一个 近现代的 不到一百年 现在里面 对对对 完了呢 这个款式是厚仿的 这要是宣德明的得子啊 心子上面没有一痕 你这上面有一痕 那就是后来做的 可以用用 挺实用的 您花多少钱买的 我花几不开钱 很值了 现在一个价位呢 也起码要几千块 可以 来 我们继续选择 朱云炳先生 您好 朱先生 欢迎参加寻宝 你看我现在是 叫大拳在窝 手刀锅的确实是一个拳 它高有近20厘米 尽有四公斤 说它大 它来头大 它是明太祖 军战时候的冠造权 来自皇家 皇家的权 对 它上面有名文 是红屋三十年时候造的 另外这边呢 是应天府那个造 应天府的权 是怎么传到您这儿来的 我是去年的时候 在南京国安市场逃来的 花了八五块钱 我们现场藏友 来大家投一票 是真是假 基本上五五开 是真是假 但是本身会说话 我觉得吧 这位先生 从一上台 就说什么大拳在窝 然后我觉得吧 物极必反嘛 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是假的 他觉得你上台的那个状态 太夸张 又是大拳在窝 改不了了 我认为这件东西呢 是真的 但是物以细为贵 这个是很平常的 所以呢 我觉得它价格不是太高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做得太粗了 看得不是很精细 像是现代做的东西 它即使是个真的 价值也不大 所以没有必要反制 首先呢 恭喜您 您这个拳呢 这个年代呢 应该是红武 三十年的东西 应迁府 实际上就是皇家的内务府 当时呢 就是在江宁地区 这个拳实际上就是秤陀 但是这么大的秤陀 它肯定是来称粮食 这个来讲 要要就是起码是 两百斤到五百斤以上的东西 你想想 当时的丰收景象是什么呀 这个做工呢 确实来讲 叫粗大名 也有长桑杆 还有包姜 另外它那个有铁锈 我们很多常有问 我们究竟收什么东西呢 你就想到了 被人忽视的东西 像这里杜亮恒的 你从宋代元代明代经代 有年款的 官造的私造的 都把它收集起来 这个花钱不多 很能成功 非常好 它不美观 但是它这种历史价值 政治价值很高 应该是个宝物 通过专家的景品啊 这个也对我们这个 设计谈的景品啊 也产生了影响 因为现在有一些 这个产家 主要注重于产品的 经济价值 很少这个官员 关注到这个产品的文化 和历史价值 我这个体群呢 确实是 自由 较大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 2005年的时候 带了个国外市场给买来的 这什么彩 你知道吗 是的 法兰彩 很手机 这个东西呢 写的有款 雍正的款 那这个样子呢 一种球形的帽关架 就是放帽子用的 这种帽关型的帽架 乾隆比较多 但是它是一起的 没有分开烧的 就是你这绳三截了 两部分了 这样的从来没有 所以这个呢 工艺就不对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法郎料呢 还都是现在新提炼的 一些法郎材 所以这个东西 从各方面 都不符合年代 应该是个新的 是个公益 寻宝专家评审团 经过海选 复选等严格的 鉴定程序 以及共同合议 最终 评选出四件候选宝物 来竞争江陵 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藏品 这四件藏品 都是稀有珍贵的 民间传世宝物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和收藏价值 那么 这四件 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宝贝 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 马上揭晓 好 现在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 我们海选现场的情况 截止到目前呢 来到海选现场的藏友 达到了一千多人 藏品是两千多件 其中瓷器八百多件 玉器杂象六百多件 铜器五百多件 书画四百多件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舞台上已经产生了 四件候选的本场的 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藏品 一号 藏品 青嘉庆竹根雕 藏友 吴广林 此藏品呢 造型很独特 包姜自然 希望古老乡亲们 能够多多地支持我 投我一票吧 二号候选藏品 粉彩花卉大碗 藏友 孙登陆 财隆的粉彩大碗 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支持我一票 三号 钱松颜的苍松图 藏友 陈卓 一开始我对他有怀疑 但是经过专家的鉴定之后 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珍贵的真品 希望大家能投我一票 谢谢 四号候选藏品 红武三十年铁拳 藏友 朱云炳 希望将您的父老乡亲们 支持我 投我一票 好 来 现场的藏友 请投票 祝贺三号和四号藏品 顺利晋级 好了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跟着加密开心宝 平等交流 共同分享 下期节目再见 一件瓷器太后的御用瓷器 见证了他和父亲在收藏中的竞争 剩余南吗 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剧情董奇昌书法屏风 是否价值连城 一千万以上 一套房子不换的古墨 究竟有何独特的魅力 这个墨是肯定咱家 曾经埋藏地下十年的圆青花 是国宝还是艳品 寻宝走进江陵 精彩即将呈现